记者从四川省火锅协会获悉 为向逆行者致敬 在后方为他们加油鼓劲 协会倡议会员单位为四川援助湖北的医护人员免费提供一年的火锅 一线人员只要带上有效证件或相关部门的证明 就可在参与火锅的活动品牌门店享受2020年度免费吃火锅活动 四川省火锅协会执行会长严龙介绍 该倡议于2月17号发出 由四川省商务厅组织四川省火锅协会全程执行 四川省火锅协会会员参与 截至目前四川省已有70多个火锅品牌 300多家门店参与到了活动中 目前报名的企业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我们还是觉得他们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危险 觉得我们又帮不上这么忙 不论用这种方式来感觉他们 因为他们在救这个病人的命运 也在救我们这个行业的命运 因为啥呀 他们控制了疫情 我们这个行业就可以复工 作为四川省火锅协会的附会长单位 成都一家串串香在倡议发出的第一时间 就报名参与了进来 该串串香联合创始人魏明告诉记者 他们在四川省的55家门店 全部都积极相应 希望能在后方寄予抗议战士们 力所能及的支持 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 此外四川省火锅协会还准备了含有自热火锅 酸辣粉 调味料等充满家乡味道的香情香里大礼包 为在一线战斗的医护人员们解香愁 对于四川省援助湖北医疗队的队员们来说 家乡的味道虽然朴实 却能在特殊时期带来最暖心的支持和鼓励 怎么暖 觉得四川火锅很美丽 很照顾我们四川人 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我终于吃到四川的麻辣味了 今天是来到武汉的第21天 想家 想火锅 今天上班有点忙 然后感觉有点累 但是吃上这个火锅 然后就感觉疲惫都消失了 然后又恢复了元气的满满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我想起这场展一定会顺利的 成都都会来哦 据悉 第一批暖心礼包已经送达 第二批礼包也将于近日抵达武汉 严龙表示 未来协会还将根据一线人员的需求 继续捐赠物资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